说起羊总是给人一种温顺可爱的感觉 可你见过羊威大发一决生死的场面吗 在贵州北部洗水县的山区里 我就要寻找这大名鼎鼎的前北羊王 据说这种羊在悬崖峭壁上行走 如履平地打起架来 更会野性十足地拼个你死我活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 现在是豆羊大赛的直播现场 欢迎打准时打开电视机 我都不敢看了 鲜血直流 不得不说 如此争强好胜的羊还真是头一回见 可这顽强的战斗力跟羊肉的美味又有什么关系呢 传说中的前北羊王真的存在吗 洗水的地方招牌菜红锅羊肉 究竟是什么滋味呢 还是跟本调查员一起探个究竟吧 群山环绕 山花烂漫 绝对是一幅世外桃源的静谧画面 在贵州洗水县梁村镇大安村 我找到了这位正在放羊的蒲大哥 可这刚一到就看到小羊们摩拳擦掌的要打架 哎呀大哥那羊在干嘛呢 我看他在那个蹭树啊 他蹭树啊主要是想打架 但是他们现在好像还没有特别靠近啊 他们现在有种越越欲试的感觉 都有点蠢蠢欲动 他跟人一样的想打呢 又不敢打 有点怕 他们打架的目的呢 就是想争这个交配权 打赢了他就能报到美人归了 对 总公养呢 他主要是体格比较大 对 然后呢 他在争这个交配权的时候啊 他们的体系就比较暴躁 哦 是吗 就会打架 前北麻洋的主产地 位于贵州高原北部 向四川盆地倾斜的地带 虽然这里因地形起伏 使农业受到一定的限制 但温和的气候 却造就了野生植物的天堂 宽广的牧场与灌木丛 为山羊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 所以羊儿们能吃上各种纯天然的中草药 长得体格健壮 甚至能攀岩走壁 然后他们吃的东西啊 来我给你看 好 我给你找 这个啊 这个是柴虎 你看嘛 这个刚刚被羊咬过的 柴虎他们也吃啊 我们这里 这个鱼腥草啊 清香的 鱼腥草 你看嘛 这个也是羊经常吃到的 这里啊 做羊肉的时候啊 也少不了的一种调料 哦 所以我们这里的羊不容易生病嘛 它吃的都是中草药 它的免疫力比较强 柴虎是一味常用中药 一般用于感冒发热等症状 而洗水人更喜欢在它鲜嫩的季节里 用清水超制后配以当地的蘸水食用 而这鱼腥草也是山里随处可见的一味中药材 在中华医药的各类典籍中都可以查到它的大用处 在当地人的餐桌上 鱼腥草更是一道美味 你看鲜嫩的叶子可以做出清爽的凉拌菜 浓香的根部搭配起腊肉就能爆炒 当然在热辣的火锅中 它更是炖煮提味的佳品 不过说起调味来 无人不晓的贵州蘸水中也少不了鱼腥草的身影 把它与各色浓郁的调料全部切成末状后 就要静待这蘸水中的灵魂胡辣椒了 前味重酸辣 酸有酸的突出 辣有辣的讲究 你看这干辣椒要与刚刚出炉 还带着火星的柴灰进行猛烈的碰撞 一翻一烤 辣椒的焦香味道由此而生 对于一日不可无辣的贵州人来说 这辣的口味挑剔到了辣中带香才算正宗 看似一碗普通的蘸水 每一种味道的组成绝不简单 在贵州不同美味要搭配不同的蘸水 绝不能张冠离蛋 更不可能一言两语说得清楚 我还回味着蘸水的美味呢 远处走来一只黑色的大公羊 你看为了争夺羊姑娘 几只公羊越来越不友好 到处弥漫着硝烟的味道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 现在是豆羊大赛的直播现场 欢迎大家准时打开电视机 我们看到这个黑色的公羊呢 已经发起了挑衅 但是呢依然在慢慢的试探当中 这个羊可有年头了 然后呢是一种很古老的羊的一种品种 叫前北麻羊 就只有前北这个地方才有是吧 对对对 打得严重的时候啊 打得头部血流的 甚至头上的那个鸡脚啊 都会打掉 然后打赢的那一只呢 现在就在这里就是脸头羊啊 看今天这个状态可能是打不起来了 因为这个天气的变化 现在下起雨了 我们把它赶到羊圈里面 应该能打得起来 好 观众朋友们不要离开 一段广告之后 羊王决战就在羊圈 欢迎收看由粉酒中国酒魂 独家冠名播出的特别节目 味道 现在这两只羊打得特别凶哦 我看它们一直是起跳 有一个起跳 然后啪把两个脚这样撞击在一起 两个打一个嘛 交替着跟它打嘛 我都不敢看了 你看那个 红的那个 鲜血直流 你看鼻子鲜血直流 前北麻羊是贵州优良的地方山羊品种 千挑万选 逐代优化出这薄命打斗的野性基因 才能用来配种出肉质痰嫩的前北羊 看来更能打的羊 血统还高贵得很呢 而这打着昏天黑地的几只羊 都是葡大哥他们通过保肿流出来的宝贝 我可不敢让他们再打下去了 把他们分开吧 赶紧赶紧把他们分开 把他们分开 别放在一块了 就把黄的分回去 打死吧 我的天哪 把黄的那只分走嘛 我觉得 真的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羊打架 打得这么厉害 这么凶 一场大战 酣畅鸣 不过还是让我心惊肉跳 葡大哥说 这几只还不是真正的羊王 一会儿可以让这位正大哥 带我去见识一下他们园里的镇园之宝 而他自己要先离开一会儿 要去做点准备工作 要不晚上就吃不到洗水的红汤羊肉了 说起羊肉 有人爱得发狂 有人唯恐避之不及 北方的内蒙羊 肉质肥润 胃中带干 要大块朵頤 在陕北吃羊 要大锅大碗 才滋味鲜美 而南方洗食山羊 最好连皮烹饪 肉质细腻 没有山味 一南一北 把这羊肉吃的是各有特色 烤炖酱闷 各有各的味道 那这贵州的红汤羊肉 又能烹饪出什么样的花样呢 先别急 咱们先去认识一下真正的羊王 这个就是羊王 哪只 就这只 这只啊 这只 这个小的是吗 对对对 它为什么是羊王啊 它又没有这只大 这个首先呢 是小 耳朵很小 往前 因为你看那个眉毛 你看它的两个眉 白眉 白眉 白眉是竖下来的 从眼睛一直到嘴 这种竖下来的 还有就是它的整个背脊里 这个毛色 中毛 你看这个黑色的这个 就是发现它 有典型的这么前北麻原的这种特征 它是最典型的 所以说最后大家专家把它评为羊王 不对啊 刚才那个浦哥说啊 说这个麻羊嘛 它应该有点麻带的那个 鹤棕色的 这个羊王是黑白色啊 腌过以后的羊呢 就变成麻色的了 如果没有腌过之前呢 都是这种黑色的 毛色比较深的那种 大多数人呢 都喜欢吃这种腌过的 为什么呢 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羊稍微要淡一点 纯正的前北麻羊 独特的烹饪技法 成就了一道洗水当地的名菜 红汤羊肉 羊肉一定要带皮炖煮三个小时 再把煮好的羊肉切片 既然是红汤 当然辣油必不可少 这辣椒末要像和面一样 不断加水拌匀至暗红色 这样才会得到这焦而不服 色泽红亮的辣油 胡大哥说 自己几乎每天都要做上一锅羊肉 因为麻羊的好味道 还需要更多的食客品尝和认可 这样他们也会对 一直坚守在大山里 所做的保肿工作 更有信心 炒好的羊肉油性足 弹性佳 火辣香脆 热气腾腾的红汤羊肉火锅 再配上青菜 看上去就让人食欲大增 我说小伯 你现在的手艺非常好 做的多了 慢慢的好了 还有了一切这个样子 在弄面脚 现在你好好地 现在你看我们 圈里面的城堂都大到前方头了 把它清智就越来越好了 不不不 我觉得你太清晰了 每天清晨 坐落在县中心的这家羊肉粉店 总会早早地生起炉火 炖上羊肉 羊大骨熬汤 辣羊油调出厚味 客人来了 烫好米粉 碗里码入最直接与简单的调料 最后再盖上一层带皮的羊肉片 地道的羊肉粉 让洗水的大街小巷 苏醒起来 前北麻羊 是一款让洗水人觉得自豪的味道 带客吃羊肉 早餐羊肉粉 嘴馋了更要围在红汤锅前聚上一聚 野性十足的羊肉味道 占据了洗水人的味蕾与记忆 而每位背后就是这些在大山深处默默坚守的养羊人 他们享受着这份原始野性的回归 同时也迎接着新的生命与希望 接下来也许有更可爱的人 与更新奇的野味在等待着我们